除非特殊情况 我一年四季几乎每天都爬山 每天都运动 除非极端天气 我一般每天都会爬山 有时候大雪崩山的时候 就一个人一串脚印上了 然后一串脚印回头 这是我打坐的一块石头 经常在这块石头上打坐餐餐 就一个人也一台小摄像机 也挺好 就当跟这个小摄像机聊天了 就像一个小朋友小朋友一样 随着科技的发展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传播自己的理念 来帮助别人 真是非常好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很庆幸能活在这个时代 今天我还跟我老婆说 我说要是现在 要是再年轻十岁就好了 我老说你别想这个了 这不可能的事 倒不是说 是现在闲自己现在老啊 或者这个怎么着 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科技 真是太先进了 日新月异 回想我十年前拍摄视频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条件 有电脑啊 到这个器材呀 都不行 那时候拍摄 剪辑的视频 编辑完以后 陷燃倒出 然后我的头 晚上的头是一下以前 给它倒出 晚上我睡觉 晚上晚上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六七点钟起来 一看好 刚完成百分之七十八十 还没完呢 干了一宿 到第二天中午 这段时间才倒出了 现在很方便 电脑速度也快了 各种的摄影器材 设备啊 都非常先进 非常好 过去那时候 还没有4K 这么一个概念 没有 没听说过4K 现在有4K视频了 高清 真是非常好 我回答一些同学提出的问题 在前几期视频中 有同学说 你为什么不说大家好 同学好啊 为什么说善知识好 这个善知识有两重含义 一个是指那些已经开悟间性的善知识 再一个指的是探索和追求真理的人 在看过六祖 看过六祖谈经的人知道 在六祖谈经中 六祖会能大师管那些提问的那些人 都称为善知识 也就是说你探索和追求真理的这些人 都是善知识 如果你说看这个视频 只想了解了解怎么翻墙 怎么看看这个A片 这就不叫善知识 你也就不用看我这个视频了 还有的同学来信 就是问这个 怎么借银 不借银能不能获得成就 这是我办网站十多年以来 一直不断有人在问我这些问题 怎么说呢 佛陀在《冷年经》中说 若不断银修禅定者 如争杀时欲其成散 经百千节指明热杀 就是说你拿沙子当大米 那么蒸 你蒸多长时间 它也是沙子 它成不了饭 也就是说你是 你不断除银行 这种银行银行 是不可能 获得这个绝无和了夺生死 获得绝无和解脱的 可以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银行是一种绝兽 是这种男女之间这种触觉 产生的那种快感 你你你贪着这个绝兽 是无法这个 这个反本还原归根复兴的 心经中不是说吗 无牙耳鼻舌神异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见无意识见 那你这个贪着这个触觉 这个绝兽这个 是不可能获得成就的 国经政府不是有一句话吗 三界网还银为本 六道轮回爱为根 所以说不断银是不能成就的 大多数同学都在问如何这个 从根本上就是说借出银行 把这个银行给断了 现在许多人都试图从身体上找个方法 来把银行取出 其实这个是有颠倒 为什么说 因为精神主宰这个物质 就是说你人的身体是受精神主导的 说你在你不从自心上入手 不从自心上下功夫 在这个皮囊上做功夫 这肯定是不行 以我的经验来说 就是你必须得正午空性 你正午空性了知自己的绝兽 然后人世间的男女啊 这些种种东西 它本来就不存在 都是一种虚幻的存在 所以说你 你到达那个境界以后 你自然对这一世间的一切 包括男女的事 自然就卧尔同角了 即使 有漂亮的女性来诱惑你 你见到这些东西 也就是 也没有兴趣了 更谈不上什么贪着了 有没有这些东西 自然就没有了 所以说我去在这里 请大家别走劫 别贪图那些 别妄强走劫境 我一方面贪饮 在经理上 一饮贪饮 我这一方面看 看这个光色影片 我一方面 还想在身体上 转转露天啊 念个什么咒啊 然后把这饮去了 不可能的 你这是一种颠倒 因为并不是这个 物质决定精神 物质它营养精神 但不它绝对物养精神 是精人决定物质 你要想真正的 断出各种欲望 必须这个精神 必须这个精神 达到这个境界 我说这个境界就是 政务空性 学务之主法是一样 了知万法接控 一切都不存在 三界维新办法都不存在 它指着 这一种自信 变渐的幻想 还有东西来些问啊 就是说这个 让我谈谈这个 什么是爱情 如何看待这个爱情这些问题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爱情根本就不存在 这个世界 诗人所歌颂的那些爱情啊 什么的 都是自欺欺人的一种幻觉 本来无一物 凡所有像 今儿希望 三界为心万万为实 这是至极的真理 什么是爱情啊 按马克思的解释就是 感情跟这个 淫欲的结合 这是爱情 其实不是这样 诗人所说的爱情 其实就是 一种 这种淫习 和姻缘的组合 就是爱情 如果你和这个男女双方 没有这种姻缘 你只有这个淫习 它也承承不了爱情 你有这种姻缘 我没有这种淫习 它也承承 承承不了爱情 所以说这个 爱情 并不像世人所 所吹的 愚人啊 繁重所吹的那么伟大 那么高尚 那么纯洁 它并不 既不纯洁 也不高尚 也不伟大 在我看来啊 大家可以 你可以 按自己的理解方式 你来对待自己的这种 生活爱情 你不认同可以 没必要相互扯皮 对我来讲爱情不存在 有些人为了爱情 为了所谓的爱情 他认为这种爱情 把自己的人生就虚致了 放弃了自己的修行 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 两大之间围盗独尊 世间的任何人 任何事物 都不该使你放弃修行 如果你放弃了修行 是世间最愚蠢 最愚蠢的事情 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了 什么现在的愚人 把这些父母啊 儿女啊 夫妻啊 看的比什么都重 看的比修行还重 这是一种愚蠢颠倒的行为 首先这一切都是空无自行的假象 你看到这一切 再一个都是渊源源的结合 你觉得这是你妈 前代子也计是你儿子呢 是不是 你觉得这是你媳妇 也计是不是 是你的这种仙人呢 是不是 你真正了解佛家这个因果的话 你就会相信这些道理 所以说这个世间啊 是很颠倒 你说这凡种之所以可悲 也就可悲在这一点上 你一甲当真 任换为实 把什么都当成真的 你这些东西是不可能获得解脱的 我的一生我今年五十六岁 我的一生几乎 都是在这个打坐三禅中度过的 别人在吃喝玩乐啊去旅游啊去享乐啊 我卡到时候可以这歌听一死没天 玩游戏啊去滑雪啊游泳啊 从事各种运动 从事认为各种让他们感官感到快乐的事情 我对那些没兴趣 我对那些没兴趣 在繁重眼里我就是一傻逼 我就是傻逼 但是我自个儿挺高兴 别人都说你这一辈子不是白虎了吗 你也不吃也不喝 我不这么认为 孔子说招温道息死可以 一个人活在世间 一个人活在人世间 没有什么比 觉悟人生的真理 把人的生死本末给知道了 了解了理解了更快乐的事情 你不知道这些问题 不了知人的生死本末 不了解人世间到底 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 人到底跟宇宙之间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人到底死不死 到底是什么主宰人 所有这些问题你没有弄明白 这不就是白活一世吗 所以说 在别人看来我是孤独寂寞的 是可悲的 当然对我自己来说 我先感到 很充实很快乐 从前在北京的时候我也是 经常破一拉撒的 就在湖边啊 一坐就是一天 有时候又白天坐到晚上 一晃就是 十几年二十几年过来 我来到这个我这个北京的房子被拆迁 也买不起房 就来到一个小城市 在这个地方也挺好的 我现在来这个城市已经十年了 这个就是我 经常打坐的这一块石头 很僻静也没有什么人过来 经常一坐也很长时间 别人说你这样做都想什么呢 就是参禅嘛 参悟这些真理 你只有把这佛经啊 圣人所说的这真理 转化成你自己的 那才能 你才能够真正的受用 人家说什么你信什么 你也不可能真信 那叫迷信 圣人说的真理 你去领大耐心 你去实行 你实行在实行过程当中 你肯定会遇到 你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各种各样的与生活与这个精神啊 肉体啊 理想与现实中间的种种矛盾 你去 这些东西是没有人去 每件事都去给你解答去 尤其我身边有没有一个好老师 能够给我解答去 许多东西都是靠自参作物 看国经啊 学习经典 一点点文心的 一个扣一个扣 那么解开 看过柴艺集的这些人知道 我留下的笔记就是一摞一摞的 光写的东西就有很多 还有一个同学 再回答一个同学一个问题 有的同学问 说我现在怎么越来越背啊 越活越背啊 遇到祸事 这个问题正好我这个 昨天有一个同学来 我也给他讲了这个问题 就是人的健康 幸福 这种快乐 所有的人在世间所享用的一切 都是靠这个福德 福报之称 作为不懂修计的普通人 繁重来说 他们在一生中是不断的消耗福报 你这福报这个 减损一分 你享受一分就减损一分 福报消解 人就死了 对于不修计的人来说 他的福报是越来越少 因为他不在那享受 还不在那造业 而罪业呢 却往期所造的罪 和今生所造的罪业 它却越来越多 当你福不得力 大不过你的罪业的时候 各种的倒霉事儿就接踵而至 他说德不配位也 就是这个道理 说你德行大不过你自个儿身 这种自身的所有的 德行大不过自身所有的这个罪业 你的能力也好 你的才华也好 你的健康也好 所有的都是一种 靠福报支撑 说你也没有福报了 破财啊 生病啊 各种家庭的这种灾难 就会不断的出现 所以说当灾祸产生的时候 必须要反思自己 要反思自己 要积德行善 尤其要奉行实善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言 不想说不恶口 贪心 称心 邪贱 你能够奉行实善 即使此生 不能够开悟兼行 也能够有一好的来世 本来是也不至于堕入三个道 还能够往生上界 为未来修集下了和好的这种因缘和福报 今天就讲这些吧 我这个年纪也大了 然后以后许多问题 也就通过这种视频的方式 讲述也挺好的 也省得正面对着电子那敲字 自己赶的也挺辛苦的 现在一会儿好几十年都过去了 这是我今天拍摄这个视频 用的是Gopro T 新版的一个 原来我以为这个相机 他说这个相机是美国产的 这个在日本卖的 比中国卖的还贵 我来我一个 我一看果然是这样 这个相机是挺好的 带语音指令 你用语音 你喊他开机 我喊他 Gopro 关机 Gopro 关机 Gopro 停止拍摄 要离开了 离开这个打坐的地方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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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走 我们下午的面子 我们下午的下午的地方 在那个大阶子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哎呀 我要尿醉啊 高峰停止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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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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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